为了改善麒麟潭水值 县长黎明珍于担任立委时争取3900万元经费 完成11公里长的水管线以促进潭水活化 县长黎明珍与立法委员许舒华强调 除了引入活水 未来仍要进行节流工程才能确实遏止潭水优氧化 县府将负担第一阶段改善工程约400万元经费 第二阶段清淤与观光配套措施同步规划 带动地方发展 要做一些节水 进水口也要改善大概要400万元 这个部分我们想县政府会立即来着手 找经费来改善 这个移基的部分840万 还有整套我们麒麟潭要发展的部分 我们还是做整套的配合和测试 我们之一部分要再拜托我们的许立委来努力 来激起的争取 我们鹿谷乡的两位女性的预言 我想他们会在县议会好好监督我们县政府的推动计划 我们绝对不会让鹿谷乡委来失望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地方发展的尽善尽美 在第一阶段先把这个我们的外来种包括这个银水的部分来做一个区隔 另外一个方面再来做到我们轻域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的管政府也非常用心 尤其我们的管政府也成立在第一阶段 400万元来专利来支持 第一阶段管政府希望说 不单是轻域之外 还能够带动我们观光的发展 所以希望呢 公所跟县府沿途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 而未来选法如果在中央这一定会将我们管政府和我们共所的计划 专利来尽策 希望不但可以带动到我们的生态环境之外呢 也能够为我们的鹿谷乡带来更多的一个游客 黄乡长与县议员则表示 麒麟坛风景秀丽 但当地的观光发展必须先进化水质 并隔学外来种植物 并将麒麟坛周边公园 绿地等用地拿入检讨 让麒麟坛观光发展再次火化 在第一阶段改善工程中 将采取节流方式实现 第二阶段则依据林县长指示 清淤与观光配套措施同步规划 带动地方发展 林管长早期待一会儿时 就带我们整出银水计划 对于我们的产地亦参加 银水来麒麟坛 这段水质 目前这段水都已经有水败 水质也非常好 公所有提供的方案 一个质流 一个清淫 今天管长有决定 质流部分先来办理 以后来来清淫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林管长 登记以来对金南的关心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 县长还有我们的许委员跟公所 联合来到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淤清 这个经费筹筹完成的话 在近期内打当时把我们的一个节水 跟我们土质在里面 枯底的这些淤泥 可以快点来清除 我相信会让我们这些 不管我们的观光 虽然叙水的一个功能会更好 这是我们地方这些社会民众所期盼的 管长 今天早上来会训练 跟许理委希望 要改善我们这些麒麟坛的水质 要恢复原来的风貌 这个也是我们鹿骨香的一个很好的景点 游客以往也是相当的多 希望能够水质改善以后 也能带来游客更多 林县长一行人听取简报后 前往潭边巡视驱水口 饮水工程已约4年 水源来自白布仔西 正值进驱水源丰沛 驱水口不断灌入溪水 林县长等人目睹饮水成功 完成麒麟坛进化的第一大步 相当开心 也期盼紧接着改善工程顺利进行 让堪称露营胜利的麒麟坛 更具观光发展潜值 再次见 我们见解下 咱们一起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